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热潮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Telegram的亿万富翁创办人帕维尔·杜罗夫 在法国被捕的惊人消息 杜罗夫先生这位因创办Telegram而声名显赫的科技巨头 居然在私人飞机降落巴黎后被警方拘留 这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争议 根据报道 他因涉嫌与Telegram平台上相关的犯罪活动而被捕 这其中包括诈骗、毒品贩运以及网络霸凌等罪名 更令人惊讶的是杜罗夫明知自己受到逮捕令 却仍然选择飞往法国 这不禁让人质疑他的判断 俄罗斯外交部也对此表示强烈关切 并对法国的行动提出质疑 甚至暗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 在这个数字时代 Telegram已成为重要的信息分享平台 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监管压力和安全质疑 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杜罗夫的未来 也可能对Telegram的运营和用户产生深远的影响 杜罗夫一向主张 Telegram是一个中立平台 然而 他的被捕是否会改变这一理念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帕维尔·杜罗夫的个人飞机 刚刚在巴黎外的布尔热机场降落 他便被法国警方拘捕 这位39岁的伊万富翁 Telegram讯息应用程式的创办人及首席执行官 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启程 法国内政部针对他的逮捕令 是在他即将抵达的消息传开后迅速执行的 据法国媒体TFE和BFM电视台报道 这次逮捕是针对杜罗夫和Telegram平台的 一项调查的一部分 一名官员透露 调查重点是Telegram上的犯罪活动 特别是由于缺乏管理 平台成为犯罪行为的温床 据称杜罗夫涉嫌诈骗 毒品贩运 组织犯罪 恐怖主义宣传 以及网络霸凌等多项罪名 法国防止未成年人暴力的机构 Offman也指控杜罗夫 未能对Telegram的有害使用 采取行动 Telegram尚未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 但俄罗斯外交部迅速发声 发言人玛丽亚 扎哈罗娃 在Telegram上质疑西方社会 是否会为杜罗夫的释放进行游说 他说 你认为他们会向巴黎呼吁 并要求释放杜罗夫 还是会保持沉默 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也表示 正在采取立即措施以澄清杜罗夫的情况 杜罗夫是俄罗斯和法国双重国籍持有者 他创办的Telegram讯息应用程式 以其强大的加密功能著称 全球拥有接近10亿用户 这个平台由他和他的兄弟鱼 2013年创立 主要竞争对手包括WhatsApp和Signal Telegram不仅是普通人间的通信工具 还成为了包括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在内的政府官员 和活动家的首选通信工具 然而杜罗夫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2014年 他因拒绝遵守克里姆林宫关闭反对派团体的要求 而逃离俄罗斯 当时他创办的VK社交网络 在俄罗斯拥有广泛用户基础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Telegram更是成为双方交战的重要信息来源 无论是俄罗斯政府还是乌克兰政府 都依赖此平台来传递信息 Telegram的无法破解的加密技术 使其成为极端分子 阴谋论者和各种激进分子的天堂 中欧新闻网站VSquare的调查记者指出 Telegram已成为 俄罗斯宣传者左右一激进分子 美国QAnon和阴谋论者的首选工具 这种无法控制的环境 让政府感到不安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法国、德国等国家 对其进行了严格审查 担心其平台的安全和数据泄露问题 俄罗斯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 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批评法国的行动 他在X平台上写道 一些天真的人仍然不明白 如果他们在国际信息空间中扮演 或多或少可见的角色 那么访问那些向极权社会迈进的国家 对他们来说并不安全 此外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也表示 杜罗夫逃离俄罗斯 并认为他永远不必与国外的安全部门合作 是个错误 他算错了 梅德维杰夫说 对于我们所有的共同敌人来说 他是俄罗斯人 因此是不可预测和危险的 杜罗夫的被捕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几位俄罗斯博主 呼吁在全球法国大使馆外抗议 科技大亨埃隆马斯克 也批评了杜罗夫的逮捕 他在推特上说 这是2030年的欧洲 你因为喜欢一个谜 因而被处决 与此同时 美国著名阴谋论者 塔克·卡尔森 在X上写道 杜罗夫是 对任何拒绝 按照政府和情报机构的要求 审查真相的平台 所有者的活生生的警告 杜罗夫即将在周日稍晚于 法国法院出庭 这将是一次关键的法律对决 可能会对Telegram的未来 产生重大影响 无论结果如何 这次事件 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内 引发对讯息应用程式 和言论自由的广泛讨论 当然 杜罗夫的命运 也将成为 这场国际政治和科技战争中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杜罗夫被捕后 罗伯特F.肯尼迪小表示 保护言论自由的需求 从未如此迫切 这句话 似乎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无论是支持者 还是反对者 杜罗夫和Telegram的故事 都在全球引发了 强烈的共鸣 和深刻的反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 进行背景介绍 Telegram是一款 由帕维尔、杜罗夫、 帕维·杜罗夫和他的兄弟 尼古拉 内克莱·杜罗夫 于2013年创建的 讯息应用程式 以其端到端加密功能 和用户隐私保护而闻名 这款应用程式 最初在俄罗斯开发 但在2014年 杜罗夫因与克里姆林宫 发生冲突 而离开俄罗斯后 Telegram搬迁到了其他国家 包括德国和阿联酋等地 杜罗夫目前居住在迪拜 而Telegram的总部 也设在那里 这款应用程式 提供多种通信功能 包括私人对话 群组聊天 以及广播频道 后者可以让用户 向大量追随者发送信息 由于其强大的加密技术 和对用户隐私的重视 Telegram在全球迅速流行 拥有接近10亿活跃用户 然而 正是因为其加密 和隐私保护功能 Telegram在许多国家 面临严格的审查 和法律挑战 例如 俄罗斯和伊朗 曾试图禁止使用 这款应用程式 而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则对其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 表示担忧 这些国家的政府指责 Telegram 未能有效遏制 其平台上的犯罪活动 包括恐怖主义宣传 毒品贩运 和网络欺凌等 据报道 Telegram的创办人 兼首席执行官杜罗夫 近日在法国巴黎外的 布尔热机场被捕 法国媒体称 这次拘捕 是基于一项 针对杜罗夫的逮捕令 该领涉及多项指控 包括欺诈 毒品贩运 由组织犯罪 和未对Telegram平台上的 犯罪活动 采取有效措施 法国的调查机构 Offmin也指控杜罗夫 和非法活动 此次逮捕 引发了国际上的 广泛关注和讨论 俄罗斯外交部 和驻法国大使馆表示 正在积极采取措施 了解杜罗夫的情况 而俄罗斯媒体 和一些网络评论员认为 这次逮捕 是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科技企业家的 打压行动 另一方面 西方国家的反种族主义组织 和安全专家则认为 Telegram需要对其平台上的 非法活动 承担更多责任 Telegram已成为俄乌战争中 双方的重要通信工具 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 都广泛使用该平台 发布战争信息和政策声明 然而 由于其加密功能 Telegram也成为极端分子 和犯罪组织的避风港 这使得各国政府 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在杜罗夫被捕的消息传出后 包括埃隆 马斯克在内的多位科技大亨 和社交媒体名人 对此表示关注 并呼吁释放杜罗夫 强调言论自由 和平台中立的重要性 杜罗夫此前曾表示 他创建Telegram的初衷 是提供一个中立平台 不受任何政府 或政治势力的影响 并强调平台的独立性 和用户隐私保护 是其核心价值 总之帕维尔·杜罗夫 在法国的被捕事件 再次引发了 对讯息应用程式的安全性 隐私保护和平台责任的讨论 这些问题 在数位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Telegram作为一个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讯息平台 未来如何应对 各国政府的法律和安全要求 将成为其面临的 重大挑战之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杜罗夫在法国被捕后 引发了不少争议 但这恰恰显示了国际社会 对打击网络犯罪的坚定决心 看看他们的指控 从诈骗、毒品贩运 到有组织犯罪 这可不是小事 法国这次行动 无疑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 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例子吧 当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对付黑帮老大阿尔卡彭 结果是怎样 最后是以逃税的罪名将他入狱 这就是利用法律 来打击犯罪的典范 所以杜罗夫的被捕应 该被视为国际法律正义的体现 哇 楚天书先生 你的正义感 真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杜罗夫被捕的真正原因 这就像是当年 亚历山大大地征服波斯 不是为了正义 而是为了权力和利益 杜罗夫创办的Telegram 可是拥有近十亿用户的巨头 这么大的一个平台 难道不会成为各国政府的眼中钉 他们抓他 难道不是因为Telegram的加密技术 让政府无法监控 让他们感到恐慌 你说这是打击犯罪 我看更像是控制信息流通的阴谋吧 谢奇奇 你的阴谋论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政府监控信息流通 这么说来 当年的棱禁门事件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大规模监控计划 难道是为了控制信息流通吗 还记得爱德华斯诺登吗 他揭露了这一切 但问题是 作为一个拥有巨量用户的应用程式 Telegram确实需要对平台上的非法活动负责 当Telegram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 这难道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我们不能让一个充满非法活动的平台逍遥法外 这可不是一个理想的信息自由世界 楚天说 我不得不称赞你的正义感 再次让我感动得想哭 你说的没错 斯诺登揭露的确实是NSA的监控计划 但你有没有想过 当年斯诺登为什么要逃到俄罗斯 因为美国政府是他为叛国者 而不是真正的正义使者 你说Telegram成为了犯罪分子的避风港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关闭所有 有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的工具 是不是应该禁止互联网 禁止加密技术 这就像是当年的焚书坑儒 为了控制思想 干脆把书全烧了 这样就不会有反对意见了 多么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啊 谢奇奇 你这样夸大其词的比喻 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我们不需要禁止所有的工具 但作为一个平台 不应该对非法活动视而不见 当年义务警员埃利奥特内斯 在芝加哥打击酒精走私时 他也没说要关闭所有酒吧和餐厅 而是针对那些非法交易的场所 杜罗夫如果真的是正义的捍卫者 他应该配合调查 而不是让平台成为犯罪的温床 这样的中立性 根本就是对法律和秩序的挑战 我们需要的不是对非法活动的纵容 而是对正义的坚守 楚天书 你这一口一口的正义 真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义务警员埃利奥特内斯的故事固然励志 但杜罗夫面对的 可不是一个小小的酒精走私 而是全球各地政府的压力 你知道吗 当年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 也被视为挑战法律和秩序 但他们争取的是更高层面的正义和自由 Telegram的出现也许正是这个时代的民权运动 让我们拥有不受监控的通信自由 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杜罗夫的释放 让信息自由的火焰继续燃烧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哇 Telegram的创办人帕维尔·杜罗夫 帕维尔·杜罗夫 竟然在法国被捕 这可真是科技界的大新闻 据报道 杜罗夫在巴黎机场下飞机后 马上被法国警方逮捕 这位亿万富翁兼CEO 早年曾因不满俄罗斯政府 对他的VK社交平台施加压力而逃离家乡 然而 这次因涉及Telegram应用程式上的犯罪活动 如诈骗、毒品贩运以及有组织犯罪等指控 再次陷入法律纠纷 杜罗夫的被捕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俄罗斯外交部立马发声 指责西方国家是否会为杜罗夫的释放而游说 这种暗讽式的言辞颇具戏剧性 也让事件平添一分政治色彩 而法国警方则保持沉默 仅表示杜罗夫的逮捕是调查的一部分 而这项调查似乎是由于杜罗夫未能对 Telegram上的违法活动采取足够行动所致 这可真是人在家中作或从天上来的典型案例 其实 杜罗夫的Telegram平台早已成为各国政府热议的焦点 这款应用以其端到端加密功能为卖点 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用户 然而 由于其难以监控的特性 也成了犯罪活动的温床 这一点从杜罗夫面临的各种指控就可以看出 什么诈骗 毒品贩运 网络欺凌 有组织犯罪 简直是犯罪五花肉 而这些指控无疑让杜罗夫的形象打了一个又一个问号 值得一提的是 Telegram在乌克兰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两国交战双方都利用这款应用发布信息 甚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频繁使用Telegram来沟通 然而 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和安全性却难以保证 这也让各国政府对Telegram的审查越来越严格 看来杜罗夫的中立立场并没能让他避开这些麻烦 让人惊讶的是杜罗夫明知自己是通气犯 竟然还敢飞往巴黎 这胆子也真不是一般大 或许他以为自己能像电影中的主角一样 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但现实显然让他失望了 法国警方一出手就把他拿下 让这位亿万富翁再也无法逍遥法外 总的来说 帕维尔·杜罗夫的被捕不仅让人关注到Telegram的安全隐患 更让人看到科技巨头在法律面前也要低头的现实 无论是俄罗斯的极权言论 还是西方国家的审查压力 都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精彩和复杂 看来杜罗夫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这场科技大逃亡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